一早睡醒 通常开着手机看看视频的情况如何 弹个message出来 前面说了 红标哪一条呢 四天前的 好笑呢 通常都好笑的 有全片有精华 精华黄 我试过几次了 上诉之后不行的 内幕也有单 通常行的 我想上诉一定行的 都不够一小时写一段东西给他 平日上诉就这样卡上诉而已 这些写一段东西给他 都不够一小时就告诉我 上诉失败了 这样 总之就是要制造一些红色恐怖给你看看 白色恐怖 黄色恐怖 都不够 要红色恐怖 大家应该高应吧 因为本视频每次收到这些坏消息的时候 往往有个视频爆发的前奏 上次都是广告爆得很快 收了黄标警告 这次有红标警告 就是我一个月来应该升了四千 暴升了四千 都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大家就有些心理准备了 因为随时可能是停了 停了一个礼拜 停了一个礼拜我还可以不开始呢 我想我会的 但我其实都应该考虑如果是形势不妙 不是不妙而已 没什么意思 如果香港政府要叫国安和YouTube沟通 搞这些东西 那就浪费气了 是不是 搞来干什么 是不是 我迟早都是要收工的 文明一点 好过抓人 半夜上来抓人 是不是 但我觉得我没什么遗憾 我已经说了 这条片四天前的 正片还在 大家可以看到 平常心自到 我个人真的是平常心 这些东西 没什么所谓的 是不是 所以今天吵架YouTube 吵架你 吵你老美 你About the law 我扶他那时也是这样说的 你YouTube社区 社群守则不应该About the law 不管你是国际的 law 还是国际的 law 有人权公约的 这样搞法 你真是巴欣币人 我又这样想 我以前这里也说过 当开始了 我免得再什么了 哎 免得再 本时笔开始 今天年初三 大家开心不先 首先不要怒气 不过我们很怒气 但也没办法 比作你是我 你也怒吵架气 所以不要介意我怒吵架气 吵架了YouTube先 初三拆口 他知不知道中国人有忌讳 你都迟一天先 竟然就走来通知我 红标 你违反社群守则 还是严重的 如果再有红标 他说不通知你了 停你七天了 说你停了他 我都知道其他台也有些现象 他们开定二台 三台 我就不做这些事情 我有个王岸言 王岸言 叫王岸言的YouTube频道 那就不用很久了 因为以前是把那些 狠狗自己拍片放上去 我还没开这个赚钱频道之前 当然是没有赚钱的 那个频道 如果是再停了没有 大家就找王岸言频道 我多少都会拍些东西放上去 可能就信一下解释一下发生什么事 那就算了 当然那些东西就会继续放在Patreon 所以Patreon就见到我 那我德高限如果是被人停 频道平了不拍片 那我就可能每天写一段东西在Patreon 维持着我发表意见的欲望 这个是我做人的 物以善小为乙不为 物以恶之为为之 我认知你 我计了 事源什么呢 我都没有理解的 他说社会人手持有些不实的资讯 不实的有关colon virus 19不实的资讯 我就问他我有什么不实呢 我上诉说 就是逼人打针 他说不要违反世卫对他的手持 我想是环球的 就是COVID-19的定义 就是说不可以违反 就是说不实 他那些就当实 那我问你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世贸有没有叫人谷针的 世贸有没有叫政府逼人打针 虽然香港不是正式强迫 早几天前突然吵构他 他间接强迫 又说不准去食肆 又说不准去坐车 可能找一些契狄出来说这些东西 那我不说话 我就有弯的职手 是不是 昨晚又看大匪 我见过他闹蕭生 平时就少看 不可以看 闹蕭生又要看 那他又罵得很对 为什么蕭生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红标 没有黄标 扮 我一向都说他是和 男的 我知道很多人同时看我 又看他 很过瘾 你不要只是过瘾 有时用脑 他是和 他是和 他是男的 他送中的时候 2014年那时候 也是 关键时刻他就男的 现在关键时刻他也叫你打针 要救这些人不打针 我只是说我信的东西 亦都 present了两边意见 我从来没有叫你不打的 我一定提醒你 你衡量一切 没有不实资讯 全部都是新闻 九成九是新闻 有些我是证明到的 如果你说 就是 有一宗新闻 以色列说 就是 罢工 自然医学基础说 然后就全部 就是死亡率下降 我这些都不是 已经公开了很多年的 资讯 主要是你说世卫 世卫的资讯我没有违反的 就是他说 他说的话我没有质疑的 我一定讲你听 而且我从来都 就算是政府的 我也讲的 所以人最重要是问多无愧 然后说 这个世界 现在大家看 不止是政府是这样 法庭是这样 是吧 我的投资由始终都是讲道理 你告课我 我喜欢 我在法庭跟你都是讲道理 就是道理就是一世的 至于这个 这个YouTube 有时想想多鲠鱼 你跟他怒气 你不是跟YouTube的管理人员怒气 你跟YouTube的电脑怒气 你跟电脑吵吵多鲠鱼 对不对 所以 大家得个知识 也有些 也有些 作误 对于这些事情 有些 理解 有时大家这么高兴 大家都很高兴 有些事情不是永远的 世界是无常的 所以突然间不见了 就是不见了 当然我不会无疾而终 对不对 不是中了疫情 而是被人灭了声 那里面不全 大家想想 我Facebook 我还可以出片 我Facebook 都是叫做on8channel 大家都可以加入 不要只听 这么高兴 以为一定有听 没有就没有 我是不是很遗憾 我是不是很遗憾 我没有遗憾 英做的就做了 Facebook 也开了 YouTube也开了 Superchat 减少黄标压力 黄标对我已经没有压力 现在给你红标 给你压力 都是这样 如果我害怕就算了 我也不是害怕 也不是失去斗志 我觉得这些事情 在历史的长河里面 是无足论的 因为有始有终 我信少少佛 就知道 两年前的1月10日 开始这个频道 到今天 两年了 相当成功 国安法之后一片消杀 国安法一年一片恐慌 我又捱过了 现在不是最坏的时刻 还有这样的事情 可能最坏的时刻在等我 我说没有 是不是 等他面对 大家不在紧张 如果不见了我 也不用想到 有没有第二频道 第三频道 但是如果开了第二频道 第三频道 十多星期也得到 大肥那些 可以开几条频道 我会这样想 开这么多频道 我坚持继续 跟YouTube抗争 大家应该支持 如果有其他人 我没有那么神心 我的自信是超乎上人 我也觉得 没有所谓 比如有关 谷针 我谷了这么久 听开的 大家都已经收了 这个讯息了 今天我不准你再说 无论是我的频道 还是我停止再说 那些东西应该 大家已经入脑了 是不是 就是 你去打针的利弊 我从来都说 你自己决定 是不是 没有啊 单方面宣传 政府就单方面宣传 你是不是应该 这么够了香港政府 说真 你讲公道 这些典型 碰大戏下 资本家 其实资本家 跟共产党一样 在某一方面来说 他还故意扮到 我们为了这个 言论自由 我为了要什么 不是言论自由 他不是言论自由 他说什么 和谐 社群守则 要社会和谐 过分的东西 你禁也有些理由 我始终说 我不过分的 你都禁的时候 逼着逼着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没有的 大家又要客观些 不是不客观 大家要 辩证一些 哲学一些 看这些现象 一定会发生 有此以来都会发生 有历史以来 人类的历史 都有这些现象 发生 当权的人 YouTube都是当权 他是利益阶级 他变得这么大 赚这么多钱 他就会负着利益 他就要和政权 所有政权 都保持好好的关系 对了 于是政权要求那样 那样的时候 你和所有的建制一样 而且你 你仔细想想 你和所有已经成名了的KOL 一样 是吧 最初是黄彪 那个黄彪 KOL 本来是形容 神区 近来很少见他说这些 没有 最初他吵 所以叫了他神彪 就是做KOL 黄彪 那就好了 世材好像没有什么 世材好像没有说 好 没错 有黄彪 很少说 那当然了 我不明白的 有时这些 我也不想研究太多 因为没有多研究 自己身历其境就知道 黄彪彪的 他喜欢 那一条就说你黄 唯有做多几条 做多几条片 剪下精华 回避了 开了Patreon 但是好像 好像不是 他继续 就是 步步进迫 现在 红 红很介意警告 他再说 喊打喊杀 当然也有人问我 我可不可以告他 我告诉你 告他当作玩就行 就是 这些大企业 太大了 不能失败 比如他告他拿回几万元 那又怎样 其他人都是 归宿的 他就达到目的 之如此 我又很辨证地说 我们以前信赖的大企业 明KL 明KL 现在还在 可能大家还没醒过 没醒过 立即杯葛他 但是大企业 无线 阿是 阿是 死得冤枉 因为太多人 TVB 长期惯性修持 TVB的惯性修持 现在好像大家看萧生 惯性修持 惯了 所以他真的自态到 混乱了 终于你看到他 一样是走向灭亡 走不了他变不了 too big to fail 再大一点的是共产党 其实他都在走同一个规律 成功 崛起了 跟着就开始灭亡 如果信佛呢 这个是法轮转 会一直转的 就是这个 生长 往生 然后向衰落灭亡 现在向衰落走 所以如果YouTube 喜欢这样搞这些事情 为了市场好 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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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YouTube Facebook也有这些事情 我少碰到一些 都很多人 就是 誓死抗拒 继续 没所谓 我觉得这个精神才是可贵 就是 大家如果是 噢 就他了 我估计很多人就他 就他又继续说话 我又没有这个兴趣 我也是就自己 必要时就停就停 我就休息 不容易的 古希之年 天天出片 不是天天出片 天天出两条片 就是 一年是五百片以上 今年应该有两百片 就是我 很厉害的 我觉得 又保持到 又一定 又有不同的风格 我不是一个 学术片也有 你说 不要说这些 说这些片 可能有些人 我只是做学术片 不说政治 不说政治 不得罪你YouTube 100元 不得罪香港政府 大家都不要紧张 不要介意 最重要是什么 曾经拥有 大家都是 曾经拥有 也曾经听过 我说这些 那就行了 那就重要 这个才是重要 是不是 还有你记取 因为后继一定有人 我有什么所谓 所有那些人 走了哭哭哭 在吵 没有了 延连时候没有了 然后一定有新人出现 香港的民主派 被抓了 那就没有了民主 不会的 世界是在变的 案白就不是很厉害 以前一直都不厉害 因为那些人不厉害 我才变得厉害 好了 到你都要收工 我就收了 收到依然有人 有新的气象出现 我非常乐观 因为这个不是我 主观乐观对的社会 而这个只是人类历史的循环 哲学说这个物理的必然 就是事业的必然 其实是一定会发生的 是不是 就是我 看看什么时候 迟早 迟早 那既然我明知迟早 那我又何必 现在 让他早点 他就 避来避去 就来就去多鲠鱼 所以我 我第一个想法 我是不是应该中开说 收到红标 都是一念之间 当然公开 不公开 干什么 我怕你了 你红都够了 你红都够了 你红都停了我都说了 停了我就收工 休息了 休息了 我喜欢开工 不是就收工就算了 啊 你要消离了地 是啊 不是很勇敢的 可能是好事来的 你停了我的频道 那我不会给国安拉 我已经没有发表声音 那我就顺便休息了 吵了两年还不够吗 不错啊 我觉得我一直的表现 大家我越来越红了 以前没有人听过 潮山 挑惯黄世宅 听过桑普 听过刘世良 还有这个 什么 总之很多人 每个人都 都很红 霸了 那为什么我会 就是 我想着拿三两千 自己都吹了水 有些二类声音 就算了 是吧 现在好像越来越红 那就开心了 当然我也多谢大家了 过年多 你看我昨天 这两个 这两天的视频 都很有自信 是吧 出文告 好了 开心之余 人就是这样了 开心之余 也可能有危机 就是福是负所负 原来的祸可能出现了 可能就开心了 出文告 你就不用玩了 遲些这样 算了 如果不用玩就算了 对不对 我原来都没有的 本来没有一密的 没有这个频道的 我两年前是没有这个频道的 我只是有个 信报的专栏 然后放在Facebook 在Facebook就挺热心的 Facebook我都 我一向都算是合理小心的 甚至这个视频也是合理小心的 所以我 当然我读了 读了 读了你都搞了我 是不是真的考虑报够YouTube 你讲个道理我听 为什么不得够闲 报够 你的道理不对 对不对 不过算了 大家最重要不要紧张 应该说的 应该不要弄针 你不能够牵人打针 这个人权公约 我说的人权公约 都不符合你的YouTube 有没有搞错 你老母 好 讲完 想关注 我是 imperial 有 就是 豪 的 groß